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带着一个简单又伟大的愿景 就是往世界更好聊着中国 往中国更好聊着世界 高佑思是当下活跃在中国新媒体平台上的洋网红 凭借帅气的外表和社交强大政 他在中国走南闯北 寻找拍摄题材 终于要先把家乱的手放到这边 在他的镜头中 人们不仅能够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也能真切感受到这位年轻人对中国的热爱 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 就是他对风波中的香港和新疆的记录 高佑思的青春期是在香港度过的 经历修理风波时 他被各种乱象所震惊 上个风波始于那种 整个城市始于很紧张的状态 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 自己决定 我就要去看看 我想问问这边的人 国得怎么样 但这是全罪地关心那边的人的生活 高佑思介绍 一系列视频发出以后 大部分海外观众的反应是心疼这个城市 不过也有人攻击他带着政治立场 给他贴标签 但他并不后悔 2021年初 新疆遭遇棉花风波 被冠上种族灭绝 强制劳动等恶名 其真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呢 高佑思又一次踏上旅途 新疆行程充满欢乐 高佑思说 他在路上随机采访 被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群众 邀请到家中做客 也走进农田登上拖拉机 与棉农一起种棉花 让我比较惊奇的事情是什么 是他们的收入 比我想象的高很多 而且他现在 比我想象的更加机械化 就是没必要那么多的人来弄 有一个英国小哥 说我在英国送外卖 感觉还不如出新疆种棉花 新疆系列视频被广泛传播 然而在收到很多正向反馈的同时 也有不少评论质疑视频的真实性 认为他专门跟政府合作 收了钱 西方媒体也点名攻击 为什么有这么多恶评或者反对的评论可以怎么说 或者不细腻的评论 是由于他们本来对中国有一些古坏的观念 和一些很难改变的刻板印象 高尤思说 2022年他计划去美国待两个月 希望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 他想借此让那些平时接触不到中国信息的外国人看到 他们想要做的事 让我害怕 让我滚 让我不再做这样的视频 但是 有一个里面就在一个机会 就是你有了这么一点关注度 在这种主流媒体 你可以用它来 把你的故事讲得更多 一旦大家聊着我的全面的故事以后 他们会回到看着纽约时报的故事 你们是不是带有什么目的去报道它这样子 高尤思告诉记者 现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已经比几十年前好了很多 但中国还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 更勇敢地去做跨文化交流 他有信心五年十年之后 世界会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 没有 我 没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